装修到非常舒服 非常漂亮的双层天资 我有做一个夹草在这一边 打理起来也比较方便 客厅的区域 它的一些厨房 那些全部都不用做好好给你 这边还是有空间给你 这厨房 我里面是做好了的这些瓷砖 全部是上到完了的 小区里面 它还有自己的gym跟游泳池可以用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看甜妹卖房 今天我带你们来到我们的 Eco Cascadia 看一间装修到非常舒服 非常漂亮的双层天资物 先给你们做一个小科普 Eco Cascadia在哪里 Eco Cascadia它就是在我们的 Austin High隔壁而已 所以这里去Austin High 大概是一个10分钟左右的车程 然后去我们CIQ大概也是在半个小时 这一个小区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维里保安区来的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永久地区的 宝贝地的啦 带你们看的这间单位呢 它是有高达一个32x80土地面积的单位哦 最重要的是 Honor花了几百千来装修啊 所以整体感觉是十分之舒服 十分之漂亮的OK 然后Eco Cascadia这个小区呢 它蛮特别的你看 我们首先来看外面的部分啊 你看这一个 它的门哦是这样矮矮 这样很可爱的有没有 OK 这边是一个Tratata 这样子的啦 所以它全部都是走同一系列的感觉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马路这里哦 你可以看到是十分之宽敞的 左右爆料车啊 过后还有一条非常宽的道路给你们去行走啊 不会像那些窄窄的屋子那样啊 而且这里四周围哦 如果你们有仔细观察的话 其实都是蛮多华人在居住的啦 OK 然后来我们来到车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车房哦 其实它也是非常的宽大的 基本上你停一个四辆车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啦 然后Honor呢 也是做好部分的Honning做出来的哦 然后旁边这个部分哦 你们可以看到Honor其实呢 它有做一个夹草在这一边啊 打理起来也比较方便咯 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这边呢 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啦 现在的话我们直接往单位里面进去看啦 这间单位哦 Honor真的是装着到非常舒服 非常漂亮啊 它的建筑面积哦 一共是有2637个sqft的哦 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单位的大门处啦 可以看到 这个Honor是装了一个电子锁在这里啊 然后它是一个大幅的门这样子咯 然后首先我们进到来 就是一个非常宽非常长的一个玄关处啊 旁边这边呢 Honor也做好全部的这些植物柜啊 所以整体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也有很多空间给你们收纳东西哦 OK 然后过来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客厅的区域 这个客厅的话呢 Honor就有摆放了他的家具 还有就是他的一些橱柜啦 这些全部都可以做好好给你啊 今天你买这间单位的话 所有东西几乎都是留下来给你哦 这些细节怎样 可以PM我了解更多详情啦 OK 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哦 这个桌子也是全部拉好的 美美飘飘亮亮给你啊 再过来一点点的话 我们就来到我们的饭厅区咯 比方我们这一个dining area之前 你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这边 它是有一个小玻璃门 可以通往去我们外面的这一个部分的啦 回到dining area这边 你可以看到Honor还是放好一个六人座这样子啦 可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今天还要再放一张圆座 还是放更大张的桌子 其实都是有空间给你放的 因为你看到这边还是有空间给你啊 然后旁边这边的话呢 Honor也是做好一些植物柜 哇我觉得整体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的右手边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store room store room我们就不多看 旁边这边呢 Honor也很细心哦 很少看到有特别的装饰 有一个洗衣间出来这样的感觉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上下的橱柜是做好了给你 所以你有一些小杂物全部都可以守在这个部分啊 来到楼下的话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房间的 因为我们这间单位啊 其实一共是有四房四车 楼下会有一房一车这样子的感觉啦 这一个就是我们楼下的长辈房咯 它是属于一个四四方方的格局 然后旁边这边呢是有一个玻璃门 可以直接通去这个厨房的部分的啦 它也是有朋友自己的这个厕所啦 所以如果是给你们的长辈住在楼下的话 这样这个厕所也是蛮方便你们使用的 好这样的话我们紧接着再去看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厨房啦 你可以看到这厨房哦 玻璃门是做好了的 而且哦 我一进来的感觉就是 哇整间很击辣咧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些 marble的这一些磁砖哦 全部是上到完了的 然后地上哦又是用另外一种磁砖 整个厨房就是很击辣了 而且最重点是它的厨柜不是做一边给你啊 它是做两边哦 这边有厨櫃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洗手台 这边呢就是它的灶炉的部分啦 这边就有一个小门可以通球门外面哦 如果今天你们是要晒衣服还是什么的话 诶这样其实你可以从这个门拿出去外面晒啦 这样现在的话我们往楼上的部分去看啦 也可以看到诶旁边这边有一些小细节哦 可以给你放一些小小的nication item哦 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哦 那放了一个非常大幅的话 也足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挑celling high的单位来的啊 这样楼上的话我们是一共有三个房间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主人房的部分啊 可以看到这主人房哦 它的这一个玻璃啊是蛮大幅的 所以拆光来讲不会有问题啦 而且这间单位它是面向我们的南方的哦 再加上你可以看到这些床头背啊 旁边这边全部都做好好给你了哦 然后它的电视机也安装好好在上面这边给你啦 所以整体的设计也是走一个蛮温馨的路线的 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 其实我们主人房哦 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呢 可以看到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小小的健身的area 我觉得蛮不错的 它有把这边跟我们的睡房的部分分开啦 然后再加上这边呢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化妆镜在这边哦 也就是女主人的梳妆台啦 梳妆台在这个部分 这样移除区就在这个部分啦 我觉得如果今天你们觉得这个移除区不够的话 这样你们不要这个gym area小小改造的话 这样其实你还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work in work drop的区域啦 然后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旁边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哦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区啦 再来的话我们往旁边去看 旁边这里呢它就是有它主人房的attached bathroom啦 然后这个 bathroom的话它是有一个双洗手台的设计 然后领域间就在这个部分啦 这样现在我们去看另外两间小房 我们楼梯上来的左手边呢 这边是有两间房间的 我们开来看第一间房间 这间房间 一看很明显就是一间孩子帮忙 HONER放一个double dagger在这边 然后还有放一些写字台在这一边啦 如果今天你们是比较大人住的话 这样你们也是可以稍微改造一下 可以放更多的衣橱或者是植物架之类的 然后旁边这边的话呢也是有这一个领域间的啦 就是它的attached bathroom这样的感觉咯 再来我们去看最后一个房间 我身后你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走廊部分啦 它称不上中厅可是空间感还是有的 如果你们要真的是要再做一些植物会啊 还是一些展示柜啊我觉得都是有空间给你做的啦 然后旁边这边呢就来到我们这间单位的最后一间房间啦 这间房间咯还是一个室室床旁的格局 放了一个床 然后旁边这边呢还有一个extra的额外的采光床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它的attached bathroom呢就在这一个部分啦 至于这个房间的attached bathroom啊我又觉得 哇它的心灵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哦 基本上我就带完你们看这一间位于Ecole Cascadia 装修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舒服的这一间双层楼田置物啦 为你们做一个小总结啊 这间单位的话呢它一共是30x80的土地面积 然后它的建筑面积是2637 它一共是有四房四侧而且也是在一个华人的成熟区域啦 然后再补充一点这间的单位呢它的物龄大概是五年左右 还有还有就是这个小区里面哦它还有自己的gym跟游泳池可以用哦 今天这间装修这样漂亮的单位要卖你多少钱呢 答案是还要卖你145万 加起来可以再商量一点点哦 如果今天你有兴趣 约我来线下看这间单位 或者是你在找着任何新山其他产业 再不然你的新山产业想要委托出租与出租的话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甜妹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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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